Hello,大家好,我是宝宜 现在我在萨拉热窝 波斯尼亚 萨拉热窝的老城区 很著名的一套街道上 名字我叫不上来 后期我再给大家脑补 如果说你在国外 被偷或者说身无分文 又找不到中国人的话 怎么办呢 我前两年和刘哥在聊天 包括我之前也住了一些 情侣感触不深 最近才感触比较深的 包括我在整个 在萨尔维亚的情侣和索菲亚 了解的比较深刻一些 这个楼子 剪得这么尖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 今天天不是很好 看不到蓝天白云 因为我来的时间 出来的时间比较早 十点钟 可能它一般到下午 蓝天白云就会显现出来 天空会非常漂亮 索菲亚 当时在她的那个 情侣呢 是做的叫 叫那什么 叫志愿者 也叫义工 他们这儿的说法不一样 就是说 你看索菲亚的家境还是可以的 她妈妈是 房租婆 她爸爸是军人 在俄罗斯能当军人的 收入都差不了 这是一点 不让带狗 但是呢 可以进去拍 这是一座老城了 我这 打断话了 实在 你看她家境不错 她也不会选择 给家里面要太多钱 更多的时候 她也是在 选择性的 基本上自食其力的 不想着去靠别人 那么住宿问题 又没有钱 又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呢 那你就找到一个附近 最近的轻侣 去给她做义工 你把你的意思说出来 我到一个城市 我现在没有太多钱 我想到你这个地方来做义工 包括我现在在萨拉热窝 这个轻侣的老板 工作也很忙 她也希望找到一个义工 我如果说告诉她 我在这里打工 但是前提是 你如果说英语不好的话 那你只能干一些 比较脏类的活 像一个轻侣 我知道的 大概就是可能 要让三四个吧 她根据体量 如果轻侣特别大的话 四五个也是有的 那么你给她干活的时候 她会管你吃 管你住 大部分是不管吃的 但是你既然都已经在那里住了 你给老板说一下你的原有 他们做食物的时候 也会跟你分享一点 这个是索菲亚告诉我的 所以说吃的问题 住的问题 就不用担心 当然这个是在万不得已 十万火急的时候 谁也不愿意发生这种局面 但是它偏偏就是发生了 只有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想着 去做这个轻侣的义工 但我也想着是 如果说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的话 是不会达到这样一个问题的 特别是在 撒拉热窝的这个地方 一旦你的东西 包括好多东西 还有信用卡 什么万一被动 被盗 什么 实际上没有资金的时候 你是很难 很难很难 就是生存下去 在这个地方 你会感觉到十分的恐慌 为什么 因为整个撒拉人 我没有唐人街 我们走了这 已经来了这接近三四天了 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 真的是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 你说你在这语言又不通 就像我们的语言这么蹩脚 你说你找谁 人民币在这边不同用 你身上又没有钱 对吧 你的甚至包括我来了这么久了 包括我来了这么久了 到现在我的电话卡都没有解决 前两天买了个电话卡 而且还那个什么了 买了个电话卡 那个那个还被人被人忽悠了 因为我给他拿翻译机翻译的 是相当准确的 我说我是需要 那个十个G的流量 十天的流量卡 我不需要打任何东西 他就随便给我找了一张 当然 这个叫 这是古蓝鲸吧 看不懂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可能录的有点长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如果觉得对大家有用的话呢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 也顺便帮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随便评论一个666就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 在接着聊 我们 我们 回 Chad 这四个 Peace 就是 それで 接着聊通 感谢观看